这话怎么说呢 我好像发现了流量密码了兄弟们 信号第二条视频 1.7万点赞 这你只要说东北人不行 这马上流量就暴增了 其实东北人喝酒真的很一般 你不要这样吧 连云桂上都喝不过 数据显示 山东人均喝酒 每天是83.1毫升 河北人是52.6毫升 江苏小棉芽每天要喝48.3毫升 但是辽宁日均饮酒量只有35.3毫升 黑龙江和吉林压根没上磨 是真不行 不会被网爆了 就他这个 这多少带点侮辱性了 来问一句 懂什么是三楼子吗 就这种进入不了你所谓数据体系的白酒 那才是我们东北人的最爱 就你说的那种 五乎来度 瓶装酒 那在我们东北说实话能上桌的 还就那么几个品牌 我们真正好朋友 那聚会比的都是谁带的小烧好喝 这小酒坊烧的纯粮食酒 苞米酒 高粮酒 五粮酒 六十度 六十五度 那没有鸡酒 没有糖化煤 喝完了上酒 不上头 喝多了 还不带浇水喝的 那喝下去 一趟火线 瞬间 抵达四肢百害 这不是你那些所谓有数据的白酒能比的 这说实话 这东北人不是能喝酒 而是敢喝酒 这酒逢知己 千杯少 话不投机 半句多 这话说的就是我们东北人在酒桌上最好的表现 当你是朋友 那气氛轰到那了 那我就是不会喝酒 也要和你推杯换掌 我得让你尽兴啊 就反过来像他这样的 那说报警 我不招桌子走人 我已经算给他面子了 东北人很少在家 就没事就拿出酒瓶子了 自己哗哗一顿搂搂半斤 那不酒蒙子吗 当然了啊 那老人没事在家晚上喝二两酒活活血的 那是大有人在啊 我爹就那样啊 这东北人热情好客 你来了 赔不好 那咱面子上过不去 但绝对没有咱掐脖子硬惯的 喝好为止 没啥 咱还有下游呢 是不是 慢慢来呗 对不对 至于啤酒 那是兄弟们坐一起聊天解渴的工具而已 哪喝酒多 哪喝酒少 哎 这个咱们真不争 那没啥用 咱也不是酒蒙子 是不是 不就像这样的 他最好保持住现在这样的认知 我看你能不能站着走出我们东北一段事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咱们明天再见 咱们下次见